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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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家 这是一辈子的血汗 他要卖给你 第一他得跟我商量 第二交接有钱财就得有收条 是不是啊 你那收条拿出来我看看 他拿不出来吧 没拿出来这会找到中间人的媳妇 中间人媳妇说什么呢 法律意识就讲什么呀 低潜事等着 没有收条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懂法 不懂法 我们就给了钱 没要收条 那他说了吗 他说怎么给您钱的 就他说当时就给王丹明呢 给我账户了 是给您现金 当场就给我账户现金 两万 我说收条呢 没要收条 法律意识低潜没有 没要收条 那我说你法律意识浅薄 你怎么知道写这个呀 他怎么说呀 他怎么说 他说呢 他老给人家写这个 所以你也觉得这里边挺矛盾的 没有法律意识 怎么知道写这个还一时两份 是这样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这争议还是挺大的 而且拿出这么一份东西来 所以其实看上去这个东西 真的是挺蹊跷的 怎么会出来这样的一个卖房的证明 但是阿姨这边又说 这个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卖房的行为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编导也是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 专门去采访了一下这个买房人的妻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请问是王先生的电话吗 是 是 彭女士找到我们想问一些 你们房子之间房子买卖的问题 您能给我说一说还是您爱人说一说 您说我那房的事是吧 有什么事您问我吧 我什么都知道 因为我这个 就说这个协议是买卖协议是什么的 都属实的 嗯 她就是 就是建的 往回一个药房吧 她往回药房的原因是什么 她原因她就是 欺骗呗 就是建的说 白药回去的房 说买卖关系不 不承认 可是协议中间人 那个证人都有 她就是胡搅满产呗 农村就说买卖 她那户口已经不在宴上街了 她卖完房之后她就走了 她就已经搬走了把户口 她有在别的地方买的房子 对 她从现有房 她完全都是说瞎话 在她和爱人在世的时候 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关系挺好 然后她爱人挺要面子那么一个人 不像她 那个 就说她活着的时候 就这个 成熟人就电人往回药房 就她感人就说 说卖房子的时候 托人卖的 找人家 她托的中间人 然后说的 再往回药 谁托的中间人 成熟真啊 她托的中间人 卖这个房子 对 她找人 就说让人家给找人买房 她那房因为当初不好卖的呢 她跟人家打架都打得仇着呢 她没法在那住了 然后呢 她就想赶紧卖个房 就说那个走人 念不经的 她就变成了 把房子卖了得了 当时她爱人 他们两口都在场 她爱人得病呢 去那个通楼看病 所以说她就跟她一块去看病去 住在儿子那儿 就让您爱人来给她看家 居住看家 后来才有这个货门事情 是这么回事吗 她纯胡说八道 她有什么病当初 那个您说说那个有意义吗 你说她现在是没有病是吗 谁能承认啊 她现在没病是吗 她当初根本就没有病 不是她说她爱人有病是吗 她爱人有病 她卖房的时候她也没有病啊 那也就是说她说她爱人有病 带着她爱人一块去 通通开病去了 这个事是真的假的呀 那我不知道 她那胡说八道那谁知道啊 后来她说 她说有咱们那个看家了 所以过来居住 是这么回事吗 没给她看家 我买过房以后 她交道士我才能住的 我花了钱了 她我不花钱 您说她能让我住她那房子吗 天那个卖房的房气的时候 其实她也在场是吗 当然在场啊 如果不在场 她私自一个人她能买卖 有什么嘛 那个房气上只签了那个 她爱人您爱人 还有一个中间人的 三个人的名字和手印是吧 是啊 就说那个 就只能一个人 就说干手印啊 不能说的 你全家有多少人 都干上手印对吧 家有牵口主持一人 这您也懂 是吧 另外有时候那个 中间人电话 或者其他邻居证人 能不能给我电话 我联系来问问情况 不能